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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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都在走 叫做什么农业呢 叫现代化农业 听起来很好听 说现代化农业好像很伟大 说现代化农业实际上也是化学农业的一种 更标准化一点 标准化施肥 标准化用些农药 这好像标准化 但是永远还是批着一个现代化外衣的一个化学农业 化学农业不解农业不解决的话 如果不退出历史舞台的话 农产品的安全永远是一个不解的话题 永远解决不了 只有化学农业退出了这个农业的历史舞台 这个才能解决这个农产品的安全问题 解决农业被环境的污染问题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但是现在农业呢 要解决这个全世界都在研究 怎么解决化学农业的污染问题 化学农业造成的农产品不安全问题 但是很难做的问题 所以全世界没有办法 走了一个什么呢 走着叫低标准 低农产标准的一个方向 好像标准化 这个农产品的农产尽量的低一些 这个方向 如果中国按照这个方向走 我们给老外是净容不过的 没有办法的 因为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国情啊 还不太允许这样做 所以我们走到就说 今天我们要跳出化学农业这种格局 跳出来 不给你化学农业来竞争 我们到一个新的平台上就搞一个生物农业 也就是我们说今天讲的超有机食品啊 超有机农业这个概念 那怎么做呢 实际上中央已经提得很清楚了 胡锦涛总书记已经谈过说是什么 就是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农业 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呢 那就是你要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中国特色 中国那就一定要适用中国的国情 中国这个农民多 土地少 这个生产方式比较分散 这是一个国情 既适用中国国情 又能够特色 特色就是给老外不一样嘛 就给你现在的发展方式不一样 那不一样 那怎么做呢 那只有用科技创新来解决这个问题 通过科技创新 我们走出了一个 跟你国外说不一样的现代化农业的一个道路 我们也可以叫现代化农业 现代化农业我们就是生物现代化农业 和你传统的化学农业的现代化不一样的这种方法 就能解决中国的农业征肖问题 农民征收问题 农产品安全问题 这个就很容易解决了 那如果像您说的这样 我们发挥我们的优势 开展这种有机的农业 它能给我们的未来带来什么呢 它带来从国家层面上来讲 中国的农业 给世界创造了一条发展的正确方向 所以说世界的发展农业 现在找不到方向 不是现代化农业 就是有机农业 这个现代化农业跟有机农业 它不是发展的方向 为什么这么说呢 现代化农业依然是化学农业 依然不可以持久发展下去的农业 有机农业叫回归历史 回归自然 是回不去的 因为人类发展买了一个单程票 没有买回程票 所以现在的环境不是原来的环境了 比方现在过去的湖泊周围 建了很多别墅 过去没有 过去的森林被砍掉了 过去的草原杀化了 我们再回去是很难回去的 那怎么办呢 所以你发展有机 城门有这么高 又这么困难 环境又不允许 这是经济发展形式也不允许 靠这种高投入 低产出的方法来解决 这个社会性 经济发展也不允许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怎么能跳出来 就是说农业已经迷失了发展方向 全世界都不知道到底农业往哪里走 真正的农业往哪里走 我们中国第一个 我们中国能够创造出 人类可持续发展农业的方向 这从国家层面上来讲 对世界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解决我们农民征收问题 中国农民的征收问题 就是农产品能够卖出去 卖个好价钱 是最现实 最直接 最快捷的一种方法 解决农民征收 那我们现在看 那日本给我们一个礼 卖我们十几块钱 二十几块钱 我们一筐礼 还卖不到十块钱 那这个我们农民怎么征收呢 如果我们的礼 你日本礼卖十块钱 我们中国的礼 能卖到二十块钱 那就征收了 那农民就很容易征收了 所以这是一块 怎么能够引导农民征收支付 一个从国家层面上来讲 引导一个世界农业的发展方向 解决农业征效问题 从农民这个层面上 农民能够征收 第三个更重要的一个是 中国农产品不在国际上 依然是那种 所谓三流产品 四流产品 而是最 看到中国的农产品 应该说在国际形象 这是最安全的 最营养最安全 这样是中国的形象 也就很大的影响 所以中国的农产品的 走向国际市场 也就危险不会太长了 这样是中国农产品 如果外国能买到 中国的农产品 感觉到 就是一种荣幸 一种安全 一种营养的话 那中国的农业 农民征收 就都好好解决了 这是我们说 努力去做的这个事情 那从消费者的角度上来讲 能够得到什么好处呢 从消费者来讲 消费者全世界 有一个空白的市场 都是每一个消费者 都在想探讨的 或者是想需求的一个东西 就说安全 优质好吃不贵 既安全又优质 又好吃又不贵 这是世界所所所所渴望的 这个市场是世界市场最大的 现在没有人占领 如果我们中国占领了这个市场 那中国的农产品 在国际上影响 消费者能得到什么呢 第一 你不再担心农产品 究竟哪个不安全 哪个安全 这个问题了 所以现在你到 很多消费者到市场上去 看到农产品 说这个是有机 这个又是绿色 这个无公害 这个消费者就不知道 到底哪一个东西 最适合我们 所以就是我花了这个钱 能不能买到这个有机 这个有机到底 跟这个非有机的之间 有什么多大的差距 因为现在呢 消费者呢 应该处在一个 非常茫然的阶段 包括现在欧盟啊 现在包括这个很多国家呀 美国 每一个商店里 都有什么有机专柜 这有机专柜 究竟消费者 他现在走下去 究竟怎么走呢 也是很难走 所以给消费者一个 肯定的答复 说这个东西 就是一个安全的 你花了这个钱 你是值得的 而且这个产品 它不贵 它不像有机食品 那么贵 它应该说 它的生产成本 比现代的化学 农业的生产成本 还低 所以它卖的产品 就不会大幅度提高 消费者这种 这种 这种 投入的成本 就是这个消费 消费的这个成本 不会增高 所以金融买到安全 又不增加消费者 这个 这个 这个投入 这样呢 就消费者能得到一个 健康 安全 而且从理念上 它就从心理状态上 它就解决了 我有一个安全的保障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个有机农业 我总结您的话来讲 就是在方方面面 如果发展的好的话 都能获得自己的收益 能够解决很大的问题 您的头衔是超有机之父 超有机跟有机 又有什么样的区别 我们怎么样来理解 这两个词呢 咱先说有机 有机本身这个概念呢 他当时创立的时候呢 是想把这个 给化学农业比较 他不想走化学农业的道路 是1930年 是德国一个科学家 瑞士一个科学家 创造了这么一个 叫做有机农业 也叫做有机食品 他的概念是在 没有污染的处女地上 来生产出 用传统的方法 来生产出这个 安全的食品 这叫有机食品 现在有机食品 已经演化了 演化什么时候呢 比方我们国内 我们的有机食品 实际上是用了什么方法 就是已经污染了土壤 我们经过转化 比方两年三年 不再用这个化肥 不再用农药 来解决这个问题 实际上 他已经跟原创的 有机食品之间的概念 就不同了 所以现在世界呢 有一部分 比方说在原始的 处女地上来做 这个呢 也很难发展 为什么 你就是个地没有污染 土壤没有污染 但是环境已经发生变化了 病害虫害 你没办法处理 你不用农药 不用这个 一些个化学制剂 你解决不了这个 这个虫害病害问题 那一旦得了虫害病害 这个农民 他要 就要绝收了 在这种情况下 他也是无奈 要使用一些农药 所以这个有机食品 在国际上有机食品 他有一个操作的规程 一个操作的方法 是不准用化肥 不准用农药 不准用化学制剂 他讲的很 很到位 但是这位 生产者来讲的 他很难实现 所以这个超有机食品 这个有机食品 在市场上来讲 也很难证明 他没有用化肥 没有用 因为他的标准呢 是建立在生产者的良性上 这个有机食品的 生产者的良性 说我没用 你就是认为有机食品 因为他们有评判的标准 评判的标准 这是你的规程 这规程究竟按没按规程做 就很难去评判它 因为我们国内搞的 这个转化型有机 就是在原有的这个污染的土壤上 或者相对轻一点的污染的土壤上 我们就转化了几年 但是实际上 美国还是世界的专家都已经研究出来 就是这个污染的土壤 大概需要 把这个残留在土壤里的这个农药啊 给解掉啊 大概需要200年的时间 我们经过两三年的转化 它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解决掉 那你生产方法上也没法解决 你不用化肥不用农药 你还不用肥掉 它不长 不用化肥呢 它长不好 你用这个有机肥呢 现在我们用了很多 所谓的这个猪马牛羊粪 猪马牛羊粪很多人 哦 这是有机的 甚至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这个有机肥 你要知道我们现在的有机肥 不是原来的传统的有机肥了 它现在的有机肥需要大量的这个 比如试料添加剂啊 养猪养鸡养鸭啊 需要大量的试料添加剂来添加 这都是化学化学品 这些化学品呢 动物质吸收了10%不到 大多数随着粪面排出去了 所以我们用这些粪面 完了再去种了地 实际上这个植物呢 农作物间接地吸收了 这个试料添加剂的化学成分 所以实际上它被化肥的这个残毒啊 还严重 所以我们国内这个有机呢 也好 国际上的有机也好 走到今天 因为它很难走下去 为什么呢 一个是环境不允许 第二个有机食品 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标准 没法评判 比方我们国家的有机说 农产只要是达到 比普通农产品 5%这样 就可以算有机食品了 但就这个5% 那我们的原来的本底是多高 我们的控制指标是几个 也很难去评判 所以这个有机食品在市场呢 现在已经很乱 不光我们中国乱 国际上也很乱 包括美国它就是也很乱 包括欧盟它们也很乱 就这个有机食品到底是怎么样 因为世界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你在美国认为是有机食品 那到了欧盟 不一定承认你是有机 你欧盟都承认有机 你到日本 它不一定承认你是有机 因为世界没有一个统一的评判标准 所以有机农业发展下去呢 也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 这是我这么认为啊 那发展这个有机农业 跟发展传统农业 这两个之间的关系 有没有矛盾的地方 又哪些地方是统一的呢 怎么处理这两个关系 传统农业 大家都知道传统农业 也就是化学农业了 大家都知道有污染 全世界都想摆脱化学农业 就想着跳出化学农业 走有机农业 有机农业这个世界上就是 就想回归自然 就回归回去这个大自然 这个情况来做 但是现在人类已经很难回去 因为环境已经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 很难回去 所以有机农业 现在世界也在 也在 不同领域里也在发展 这个 现代化农业 也就是传统的农业 也在发展 像今年我们国家一号文件 说要大的发展 现代化农业 现代化农业听一下 这个现代化是一个 很抽象的概念 究竟什么叫现代化 是美国这种模式叫现代化 是欧盟这个现代化 还是我们中国这个叫现代化 是很抽象的概念 所以真正的现代化农业 应该说 按照胡锦涛总厨 就提出了 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农业 那我们就走出去了 中国就走出去了 就跟你世界的说不一样了 就在世界的形象 就影响就不一样了 所以这个方法 我觉得还是比较 稳妥的一个方式 我们也注意到 现在很多人就提到了 这个三安模式 把它跟这个三安公司 划一个等号 我们怎么样来理解 这个三安模式呢 为我们介绍一下 三安模式 三安本身概念 当时为什么取个三安这个名字 三安并不是随便取一个激烈的名字 它是有一个内涵的 三安呢 是就是从农产品角度来讲 从食品安全角度来讲 它要打造环境安全 生产过程安全 评价标准安全 就是这三个安全 环境一定要达到 无农产 无化产 无药产 没有污染 就是无污染的一个环境 生产过程中 不用任何的化学农业 化学农药啊 化学肥料啊 甚至养猪养鸡啊 不用这化学添加剂啊 不用有毒的鲜鲜鲜鲜鲜鲜鲜 这个来做 说这是它就是生产过程安全 第三个呢 就是评价标准安全 这个非常重要 最近我出了一本书叫做 叫做合格不等于安全 很多国家都说 我这个是合格产品 但合格 它是在建立着 不同标准上的合格 你这个标准就不安全 那你这个合格 它就不安全了 所以我们这个评价标准呢 三安全 三安这个食品的评价标准 就说它一定是零农鲜的 不准有不准是有农鲜的 所以这个呢 就是评价标准是安全的 所以这就是三安 模式呢 其实这个模式很非常重要 什么叫三安模式呢 三安模式就说 它从农业角度来讲 它是完全是 跳出去化学农业的一种模式 有一个操作规程 怎么按照这个操作规程来做 它有一个操作规程 就是什么一个生物的方法 操作规程来做的 这个模式呢 就是在对中国来讲 中国农民怎么征收 怎么给农民对接 怎么能把农民呢 能够通过三安这个农业呢 能够征收致富 这个是一个三安模式 就是打造一种标准化的 农民征收致富的模式 打造一个农产品安全的生产模式 就是三安模式 所以它给三安这个公司的概念呢 三安公司 当时叫三安公司 就是为了解决这个三个安全 三个安全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我们想的是说 一个要环境要安全 一个消费者 能够得到安全的食品 第三个呢 农民能够安居乐业 能够安心的在家的 这个操作 这个通过这个农业 因为比如讲 我举个例子 这个不远的一个农民 就是我们这个 平谷区就有一个农村 这个农村的一个农民 他原来是个挖工 在外头呢 一年能挣两三万块钱 他现在回到家来 种了两个大棚 一年能挣十七万块钱 所以他就感觉到 通过三安模式 他就不再出去打工了 他就回到自己家来做了 这就是农民能够安居乐业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条 我们注意到这个武昌市 武昌镇 好像这个三安模式 就非常的成功 是吧 为我们介绍一下 他们的这个情况 武昌呢 咱们大家吃的这个叫做 道花香这个米啊 实际上武昌县就有一个镇 这个镇就叫武昌镇 武昌镇一共有三万八千亩 这个土地 就种了个道花香的 它是个特殊的土地环境 一个特殊的一个方法来做的 所以呢 当一开始呢 我们给农民去谈的时候呢 是有一千一两千亩地啊 给农民 就是农民一开始对你不了解啊 比如说我们给农民 给手把手的交他 怎么做出了这个安全米来 第一年农民发现征收了 当时我们的收购价 一块三毛钱 农民呢 卖个国家呢 九毛多钱 我们收购呢 一块一块三毛多钱 农民感觉的很好啊 这就征收了 说第二年呢 就几千亩 农民就积极性很高 今年是第三年 这农民干嘛呢 一共三万八千亩 三万八千亩地 它全部加入 如果是个农民 它不加入呢 它就要去 到你政府 到你政府 去上访 说为什么不让我参加呢 所以去年农民呢 就很容易 就是我们自己 给农民的收购的水稻 就一块八毛多了 水稻就一块八毛多了 这就很明显的 农民征收了 就是价钱多翻了一倍 但是说增加了这个 农民征收怎么办呢 这美国一家公司 直接把这个米就买走了 所以山安也没有 也得到了效益 那山安卖给他呢 那稻米就是两块三了 就是水稻就两块三了 所以山安它也 这就是山安模式 从这模式里 是农民征收了 土壤环境改造了 当地政府也高兴了 所以我们呢 山安也得到一定的效益 才能维持自己的发展了 这么一个模式 所以这一块呢 它地方政府也好 他们当地的农民也好 都非常拥护这个模式 我们注意到这两年 就是跟食品安全有关的事件 也是偶有发生 我想知道您作为专家来讲 对这种食品安全体制 有一些什么样的见解 食品安全问题 实际上我们有一个院士 叫做陈明石院士 就是中国安全食品的一个院士吧 他讲得非常清楚的 是我们的食品安全问题 安全食品是 对应不安全食品而来的 原来没有安全食品这个词 如果没有化学农业 就不会有安全食品这个词 由于有了化学农业 这个食品安全就出现了问题了 有农产化产药产都有了 所以就出现了安全食品 这个安全食品是一个很 怎么说呢 很相对的一个概念 他不是说你这个安全食品 就一定安全了 或者这个食品就不安全了 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世界上没有一个统一的 安全食品的一个标准 世界没有 所以现在之所以食品安全 屡屡不断的出现问题 关键的关键 是源头控制不好 你生产的方法 生产的土壤是污染的 生产的方法是污染的 那你说你得出的产品是安全的 这个就是一个很不确定的因素 如果说源头控制好了 那这个安全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现在呢 我们有个误区 说要靠什么检测 靠管制 靠管理 什么源头追溯 对吗 对 但是话又说回来 你源头控制不好 一旦出了问题再去追 那就很被动了 实际很被动了 没有我们现在 那前几年出这个 这个姜豆角 这个残毒问题 这农产问题 水源林啊 这是说是海南这个 这个这个姜豆角 在这个湖北省查出来了 所以开始就炒起了这个东西 实际上海南的农产品呢 它都会有问题 为什么都会有问题 因为它这个环境比较热 气候比较热 病毒性的疾病啊 虫害病害都会很多 农民不用农药 也没办法 农民也不愿意用农药 他就花钱嘛 买嘛 对不对 但是又是一种无奈 你不用的话呢 这个这个农作物就要 死掉了 就全部这个覆没了 没办法了 所以农民的无奈 我们政府呢 才加强管理 这个管理呢 是一个被动的 你管理 你不可能蹲到地里 天天看着农民 你晚上也别 也别睡觉 那这么多农民 得有多少个官员 来管理它呢 这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就是说 源头控制不好 所以造成了那个农产品 生产环节中间 很复杂 你要说 你要说新发地 这个农产品批发市场 这个专家给我讲得很清楚 他说我拉了一车菜 我一百个农户生产的 你抓着一把 可能你检测 没农产 那不标志这一车都没农产 所以你抓一把有农产 也不标志这一车都有农产 因为是一百个农户生产 所以源头追溯这个 很难追溯 尽管我们现在说 有的现在已经发展农业成本 摄像头放在地里头 好像农民天天到地里去 这录像 那这录像头 你可得放多少个呀 每个角度都能放上吗 那个摄像头放不到的角度 那农民来进行 你怎么办呢 这个我找的关键的关键 还是源头控制 所以累累出现 食品不安全的问题 出现很多这个问题 它就是一个 技术创新不到位 应该解决 源头控制问题 就解决了 而不是靠管制 食品安全不是检测出来的 食品安全也不是管出来的 是生产出来的 这是您 生产环节安全了 你所有的环节 就没问题了 只要流通环节 再不污染的话 就可以解决了 我的最后一个问题 想请张教授 为我们介绍一下 您是怎么样看待 这个有机农业的明天的 我认为有机农业发展 不会持续下去 为什么呢 有机农业本身 它就是要历史回归 回归原来的环境里头去 这有机农业回归回不去了 你比方说我举个例子 过去的湖泊周围 都是湿地 现在的建的都是别墅 那我们把别墅炸掉以后 再把它来来来搞起来 是不可能的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的 这个这个过去的是个森林 现在已经砍发完了 生态环境已经不存在了 比方说我们现在的天敌 比方说鸟吃虫 虫吃装剑 那我们怎么能够通过鸟 现在鸟都没了 你怎么能够恢复这个生态呢 恢复不了 所以只有一个办法 叫重建生态 我们提出一个重建的概念 重建上就现在的环境下 用高科技重建生态的这个环境 生态的平衡来解决农产品的安全问题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提出超有机 这个概念 它不是单纯的说就是超 就是一个 有意思炒作一个概念 它不是的 超有机它有它内涵的内容 一个模式 它是超越的 一个是 规程是操作的 超越的 再就是它的标准是超越的 所以模式 它就不是你有机农业 也不是你化学农业那个模式 而是完全一套 完全生物化的一套模式 它完全是通过土壤的净化 环境的净化 来打造一个安全的环境 这个模式和你现在的有机农业 选择一个安全的环境 不是一个概念 这个模式已经变了 也不是转化一个环境 而是叫重建一个生态环境 这个模式已经发生了变化 所以这个超越规程 我们有一个非常标准化的 超越规程 两大本很厚的 这个书店都有卖的 这个按照这个规程来操作 百分之百的可以达到 食品的安全的标准 达到玲珑铲的标准 它这个规程是超越的 不像你这个有机农业 可能这样 可能那样 它不是的 所以你按照这个操作规程做出来 它是肯定能够达到征收 征产 安全的这个要求 这个 它这个评价标准是超越的 评价标准 你现在评价 有机食品现在没有一个 固定的评价标准 各国都不一样 所以各企业之间的认识也不一样 每一个人的认识也不一样 所以这个超有机食品呢 它就有一个完全一个零农产 有评价标准 它说这个呢 有个超越 所以有机农业发展下去 一个是成本划不来 另外一个环境也不允许 第三一个 这个 它的标准也很难建立 所以我就要发展了 不能说发展不起来 我认为很困难 所以您把这个超有机的前景 为我们介绍了 让我们了解了 超有机未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刚才您说到了我们可以用这个科技的手段 去重建这个生物链 这个生物系统 这可能按照我的理解来讲 是不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 也叫做一种农业的一种科技 农业的一种创新 它这个呢 就是超越农业很多人不理解 很多人不理解 很多人认为这个是不是一种炒作呀 一种概念呢 甚至说混淆了有机的这个视线呢 那如果让您用比较简练的话 来总结它的特点的话 您会怎么说呢 超有机食品 是人类必然的一个趋势 就是零农产 它没有农产 没有农产就统一了世界的标准 就刷新了世界的标准 世界的标准是走低农产 它没农产 不可能有负农产吧 负的多少多少个农产 它不可能有吧 所以这就已经到了一个极限 这人类的追求 人类的渴望 也是我们中国农业 乃至世界农业 突破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趋势 我认为它是这个趋势 当然它的发展过程中 会带来很多这样那样的不理解 因为创新嘛 创新就会有很多人认为 创新它就要 跳出你传统的这个理论 跳出你传统的思维方式 乃至传统的标准来去创新 甚至挑战了传统的规章制度 来跳出去 跳出这边就有很大的影响 这个影响怎么办呢 那只有一个方法 就实践是验证科技创新的最佳方法 就通过实践来验证嘛 对不对 它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对所以我们也可以共同来关注这个超有机 未来会有一个怎样的发展前景 会不会印证您说的有这么辉煌的一个未来 我们可以消费者也好 从事农业的这些朋友也好 也可以共同来见证是不是有一个这样的未来 它这个未来是很光明的 从我们目前的路很长的 但是我们走的今天来讲 感觉到速度很快 因为这个市场是潜在的 更重要的是 它讲了会给中国的这个农业 带了一个很大的希望 中国的农民带了一个很大的希望 中国的农产品 如果老外吃到中国农产品 感觉到是一种荣幸的话 那么中国的农业就发展起来 农民的征收也就解决了 是不是 让我们期待那一天能够早日的到来 非常感谢张教授今天在节目当中 为我们介绍这些比较新的理念 还有为我们详细解读这个理念背后的 这些丰富的内容 谢谢您今天做客中国访谈 谢谢 谢谢各位网友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